大年初六开工日 新北市议会也举行新春团拜 新北市长侯友宜与副市长刘和兰 专程前往拜年 侯友宜收到议长蒋恩黄 副议长陈宏元 秘书长陈宏元的红包 笑说这是他唯一能拿到红包的机会 所以他每年一定来 蒋恩黄也幽默说 知道同仁都很认真负责 想早点开工 绝不是为了红包 很高兴同仁这么开心 勇业的参加团拜 就知道每个同仁都很认真负责 关心自己的工作 想要早点来开工 绝对不是为了红包 对不对 洪友宜表示 新北市议会这几年 在议长副议长秘书长的带领下 对市政监政的推动都全力以赴 认真协调 希望未来府会保持和谐关系 继续为市民打拼 每一年每一年议会的同仁 所得自己的工作赶快认真努力 在议会跟府会的过程当中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角色 尤其蒋议长 侯业副议长 这几年的带领下的议会 府会非常的和谐 我们一定要倾听人民的声音 为人民做最大的服务 新春团败后 议长蒋根黄 副议长陈洪源 秘书长陈王震源 逐一发泛红包 祝大家龙年吉祥 吉隆武春 一位同仁一次拿到三个开工红包 大家都笑得和不容嘴 现场气氛温馨欢乐 记者轮红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